欢迎回到编排设计课 单元7-2是编排呼吸法,八支型 我们将介绍设计师必备的八种金柏利伊兰姆视觉组织系统 金柏利伊兰姆是一位身兼作家、教育家及知名的平面设计师 在设计教育及食物界著作广泛 由其致力隔线系统、自行设计、图像设计等领域的专业研究 台湾也有出版其著作,由联谱出版社出版 本单元将浓缩这八大版型内容透过案例解说 这八种分别是轴线、双边对称、放射、联一、行径、模组、随机以及网格 我自己有重新安排过解说顺序 解说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衔接相近的架构 第一种是轴线式 可以想象画面中有一条假想的轴线 物件与元素都分布在这条轴线两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案例 可以很隐约地发现这条轴线的存在 掌握整张画面的核心 经常使用在书籍 例如这本书的原文书、日历的排法、报纸的版面或者电影海报 这样的手法其实可以很好地引导读者判断图文的关系与阅读方式 在这里特别补充一下 轴线切割的方式很多 不是只有垂直切割 例如日本广告经常以整个版面切割去做分割 有上下结构布局的手法 或多条轴线切割出多张影像形塑图故事感 其实都是透过轴线在版面中做配置 切割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垂直水平的模式 也可以是斜切的角度或者是曲线的状态哦 第二种是跟第一种类似有一条假想的轴线 但轴线两侧的物件是以这条轴线做对称来呈现 我个人觉得这个版型是相对于第一种更神经质一点 几乎是对称的状态 经常用在杂志封面跟电影海报视觉中 可以快速聚焦或透过对比的方式成为比较吸睛的视觉画面 第三种是放射式 从画面中的一个焦点往外发散出去 例如常用的视觉海报形式 平面设计的手法表现等 都能够看到放射式的版型构图 杂志也很常使用 我们可以去观察焦点在画面中的位置 例如头、嘴巴、甚至是关节处 都可以是焦点的存在 大家在编排时也可以想想怎么去建立焦点 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创意的表现 第四种是有点像放射式的连依式 跟放射不同的是 连依式以环形的方式围绕在焦点外围 例如海报上的线条与字体 形塑出的水面的异象 或者展览海报或杂志都很常使用这个手法 电影当中的影像构图 同心圆的结构、环状图表 或者是标志的组合形式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版型 第五种是将画面元素 以带状的方式进行堆叠 制造出一种动态感 讲到编排 其实我们一定会提到一位 很有名的编排设计大师 大卫卡森 他的作品影响非常多后背 有点不按牌理出牌 却有自己独特一套编排逻辑 让他的作品视觉语会相当鲜明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卡森的作品当中 就存在这样的流动感 视线会随着文字的排列而移动 像是这张图 就是从上往左下移动 在许多的活动视觉中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方式 去制造视觉层次的堆叠与阅读顺序 虽然画面是静态的 但是读取内容时会因为画面上的文字 而产生流动感 第六种是模组式的版型 前面我提到很多观念 例如五大编排观念里的重复 其实这也是相同的 透过画面元素的群组化制造模组 让画面元素延伸至整个画面 来建构版面 在视觉表现上 除了版面上做分类会使用到 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国外视觉的手法 搭配图像去呈现图像模组单位 可以是黑胶唱片的专辑书背 书页的流动堆叠 也可以是不断重复的几何色块 相较于文字 更能够透过重复的图像 制造画面的规律性 第七种是随机式 我个人觉得这是给所有规矩中 设个例外的形式 如图可知 它没有一定的流动顺序 我个人觉得大多时候 是照着设计师的美感 去做画面的布局铺陈 大卫卡真的作品中 也有许多相对应的作品可以窥见 找不到视线的走向 但画面的张力却很强烈 日本的设计师福布一成 也可以说是同期的前辈 在他的作品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诸多随机式的编排 不断地启发我们突破编排上的框架 即使是现在来看 我依然觉得这些作品 非常的前卫 最后第八种是网格式 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一套版型 主要透过垂直水平 整齐划分出版面 1950后兴起的国际主义设计风格 也称为瑞士风格 是透过网格系统 以及纯粹文字编排 来引发想象空间并传达内容 不最是直接而理性 并大量应用无称限制体 抽象图案的做法 至今能影响我们做设计时的手法 我们可以从一般海报到标志 与公共指标以及书籍装针版型制定 都可以发现整齐利落的网格系统被沿用至生活中涵盖设计的范畴里 带给我们更清晰辩解的生活形态 版型有非常多种 当然不止课堂中说的八大类跟补充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编排逻辑 上个单元提到的点线面与版面明度的构图方式 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他人的作品当中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版型哦 这些经验仰赖我们平常的观看与累积 可以帮助我们规划版型时更快上手哦